坐月子婆婆带来两袋东西,母亲让我撵她走,婆婆回家后来店说我傻。 我跟老公是大学同学,毕业的时候他跟我一起留在了我们的老家,也就是我们读书的地方。 其实我知道他是想回去的,但是他又舍不得我,我就只好让他自己选择。 他老家是村子里的,家里就他一个男孩,他肯定想到了将来养。 老的问题,但是同样他也考虑到了房子,最终他还是决定留了下来。 从定亲到结婚,我一起去了他们家不到三四。 他们家是住在那种山沟里的,公公和婆婆几乎一辈子都没有走出那个山沟,虽然他们家种住许多的核桃树,但即便是这样,一年也挣不了多少钱。 其实我们在城里买房子都是我爸妈出的钱,包括我现在开的车,公公婆婆一分都没出,其实我去他们家看到他们的现状我就理解了。 第一次去他们家,开了一路的车我有点口渴了,到了之后我不打算麻烦他们,就自己去饭厨里拿碗倒水。 。 然而当我看到公公婆婆婆吃的咸菜时我就傻眼了,一个清炒白菜,一盘吃剩下的咸菜,整个盘里不见半块肉。 后来我才知道公公婆婆婆确实是一分钱都没有。 。 家里已经供了两个大学生,再加上婆婆的身体还不好,又需要整体吃药,能维持这样已经不错了。 。 虽然我跟老公的感情很好,但我爸妈对他和我公公婆婆却一肚子一减,我妈就觉得我嫁给这个男人吃亏了,什么都需要倒贴。 。 但我老公他普世,踏实,我要找的就是这样男人,所以无论父母怎么反对,我都是依然坚持和他在一起。 。 结婚后的第一年,我们就有了小宝宝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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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孩子是在室里生的,但是妈妈考虑到我婆婆的情况,就要求让我回娘家做月子,于是我就跟我妈一起回了娘家。 。 。 我妈一直不放心让我婆婆来伺候月子,就特意让我老公打电话给婆婆,让她不用来了。 。 ,但是不知道老公怎么跟他说的,刚出院的第三天,婆婆就坐车从乡下来了,来的时候带了两个袋子、一袋子装的饰菜,另一袋子装的一只鸡。 然而当打开袋子的时候,鸡已经死了 我妈看到后当场就变了脸色,说,你带个单蹦,而且还是个死的,你妈意思啊 婆婆实在,听不出我妈这话是在讽刺她,就说,亲家母,路上走时间太长了 我怕鸡在车上叫人家不让我带,谁知让我掐死了 今年不知咋的,一群鸡都死了,就剩这一只了 听完这话,我妈直接转身走了,不再理婆婆 我连忙下床,走到婆婆跟前说,我妈就这样,你别计较 我知道我妈肯定是不想做饭了,于是我赶紧打电话给老公,我寻思让她带婆婆出去吃一顿 然而我妈却叫住了我,说,闺女,我看你婆婆就是个潮巴,赶紧撵她走,我一点都不想看见她 要不然,你也别在我家里,带孩子一起走 我知道我妈的脾气,我妈是被我爸惯坏了,我妈从小就出生在城里,从里没吃过苦,也没跟乡下人打交道 婆婆来肯定不受她欢迎,于是没办法我就悄悄地跟婆婆说,你看一眼孙子就赶紧回去吧 我妈这边晚上还要来客人,忙不过来 这时婆婆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,开始从口袋里往外掏东西 我看到一卷卫生纸,里面包住的是两千块钱 婆婆说,孩子,妈也没有多少,这是我跟你爸刚卖核桃攒下的,你拿住给孙子买点补品,我走得急,也没给你们买 本来我打算不要的,可是婆婆太能酱了,我看我妈的眼神,意思让我收下,我就拿下了 中午老公回来后,趁她带婆婆在客厅吃饭的空,我偷偷从抽屉里拿出一万块钱偷偷地塞到婆婆的篮子里 作为儿媳妇,结婚一年多了,就只跟老公回了老家一次,他们那么累,我跟老公也没信上孝心,现在家里那么需要钱,这一万就当是我孝敬两位两人的吧 晚上,我接到了婆婆的电话,婆婆在电话里说,闺女啊,你怎么那么傻啊 妈才给你两千,你却给妈那么多,妈不伺候你坐月子还收你的钱,妈的心里过意不去啊 我对妈说,妈,你说哪去了,我们不是一家人吗,只要妈你好好保重身体,就是对我们做儿女的最大的安慰 还没说完,我就听到了婆婆在那边的抽烟声